维新圣教在每年暑假举办的教师辅导研习营 经教育部核定 在教师完成进修课程之后 一时正式合与研习时数 并登陆于全国教师在职进修资讯网 教师辅导研习营2014年至今 受到参与教师的好评与推荐 今年教师学员来自台湾各地各级学校 发挥老师们平日严谨智学 认真教学的态度 投入这一周密集精实的 一经风水专业课程 大家并自发成立读书会 于课后持续讨论交流 十分令人敬佩 7月27日下午3点钟 举办结业典礼 宗主混元禅师 暨教育界贵宾 国立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 李玉珍所长 以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代表 宗门相关单位主管 包括儿童学艺经推广中心 袁森法师 宗物研发中心 袁新主任 规划院袁苍院长 维新电视台总经理 袁峰法师等 维新圣教学院陈立岳院长 李甄梅副院长 住持法师和本课程 所有授课法师接力临参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师辅导 袁锡营是十分重要的一项 在职研修与推广课程 宗主混元禅师向大家开示 我们是以法会友 用中华文化道童 易经风水 还有宗教 荣为一如 的心法 来会 四方法界 诸天圣神佛菩萨以外 来会 大家的心 我们所 研发所研究出来的 中华文化道童 在 在这个时代 我们 把它以现代语言 现代的生活方式 经过 修道 悟道 正道 行道 到最后 红道 这个原则 是一花开五月 当我们 这个道 你误了 而且来证明 这是真是假 这个都是我 38年来 很 重视的 一个方向 所以 正道的结果 那就要行道 行 然后 没有问题了 我就红道 才举办 我们这 暑期 各级教师 大家来这里 以法来会 各位的心 以法来会友 以法来会佛 会主灵 委员 我们所 和各位 交心 所证得到 那么 回到过几学校 学生 社会人士 学生的家长 百业 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在这里 希望 各位 教师们 能够将 这个庙华 再带回去 再谱传 在一周密集的 易经风水 专业课程之后 透过以下画面 了解老师们 对课程的感受 对自闭的孩子 我们可以用他的命挂来讲 他用怎么样的方式 来做他的一个解读 对那些活泼调皮的孩子 在命挂上面 我们又可以用怎样的方式 来辅导他 所以这课程 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跟我们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这是很难想象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 包括所谓的地理 风水 甚至这个命挂怎么排 这个是相当压抑的 因为我是人事主人 所以在人事方面 像老师跟学校之间 或者是行政人员 职员跟学校之间 可能回去之后 我可以透过我这期天所学 可能是初学者 但是也许可以帮他们 补个挂 我需要累积一年的业界经验 因为我要教高职 那我想说 在累积业界经验的当中 我也可以来投入教师 来去了解学生的命挂 本课程由财团法人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护池 维新圣教学院主办 期望经由老师们 开学回到校园之后 在各学科领域 各行各业 或是在学生家长之间 都能为彼此带来更多的了解 达到更通畅的沟通 发挥一经风水最高实用性 为实际处在第一线的教育者 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让子子孙孙都能拥有 最适合其个人的学习环境 与目标方向 在宗主亲自为老师们 颁发结业研修证明之后 今年度教师辅导研锡营圆满 大家期盼明年 与更多有缘新朋友 再聚一堂 研修中华文化智慧精髓 一经风水 维京电视维京圣教学院报道 椅子由天智三